在銅鑼灣,灣仔和中華都有目面的人 以襲密切路障和警方對視 並且訂汽油彈,警方施放催淚彈 又出動水炮車驅殺 位於灣仔的新華社亦都被人破壞和噴射 去到夜晚一批人分散游鮮旺等多區 繼續倒路和破壞 其中在旺角再有人被私了 警方說行為令人發使 警方說直至凌晨1點 各區公眾活動總共有25人受傷 其中3人嚴重 施打灣仔和鑼灣一大駕衝突 下午近4點一批蒙面人 走到軒尼斯道近俄頸橋倒路 韓國警察舉黑旗警告 有人把催淚彈扔回王鑊線 催淚彈 快點了 快點了 在皇后一天离开 他搬走路障 有人又再摆 来来会回几次 双方争拗 这个时候有人用汽油弹烧路障 在庄士敦道近大黄东街 也有客人扔汽油弹 在湾仔旧街市对出 有人倒路又扔砖 警方发射催泪弹 水炮车出动 在修队球场附近 有人销集物和手推车 水炮车洗道 在球场旁边通道和公厨 警察制服至少30天 警察可以刮到我所援手 只能装手 走走走走走行走 放入水炮 双方争拗 提示德市里猜往外 继续有人烧责物 双方争拗 奇警方举黑其警告 岌方争拗 铁裤 晚上有防部警察戒備 母親電視記者郭慧恩報道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在和後大道東的辦公大廈 地下大堂玻璃門被打爛 外牆被人塗押 大堂裡面也噴了紅漆 新華社晚上發聲明 暴徒也向大廈內投擲燃燒彈 新華社對野蠻行徑表示極大憤慨 予以強烈譴責 希望香港警方嚴肅調查 發言人說新華社是中國的國家通訊社 和具有全球影響的世界性通訊社 說黑衣暴徒的行徑再次表明 止暴制裂、恢復秩序 是香港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 《環球時報》夜晚也發社評 強烈譴責事件 說新華社在香港回歸祖國過程裡面 作出獨特共同期間 一個消防員不滿消防車被催淚彈擊中 和防部警察理論期間發生推撞 警方和消防署深夜發表聯合聲明 說雙方言語上曾經有惡迴 聲明說昨晚大約7點半 警方防線推進至高樂島中一帶 支防催淚彈驅散的時候 一枚催淚彈凍中一架消防車 催淚彈進入駕駛艙裡面 影響一個消防員 他下車向附近執勤警員 彼得不滿 雙方溝通之後 事情已經解決 聲明又說警方和消防署管理層 就事件溝通 雙方說理解和尊重彼此工作 未來會繼續合作止暴制亂 消防署出聲明說 昨天下午6點多 調派一隊消防小火隊 去到德芙道中 同雪廠街交界 處理一宗垃圾火警 但因為當時有示威者道路 兩個消防人員需要逃步前往現場 兩個人行經遮打到時候 發現三個垃圾桶起火 隨即進行滅火工作 其間遇上警方在附近 使用催淚彈進行驅散 其中一個消防員受到催淚彈影響 需要立即放下戴防毒面罩 之後繼續進行滅火運動